今年是暖冬 而丰原出产的日本大葱 怕水又怕热 栽种难度是四季葱的三倍 而且这种大葱一年只能收成一次 丰原今年只有四位的葱农 栽种成功 产量大约有千吨 而担心暖冬气候会让葱苗枯死 农会与农友合作 全力推理和上市 农会表示 这日本大葱白胖水甜 适合煮火锅以及日本料理 也呼吁消费者可以把握季节 多多的选购 包装常理 一边忙着清理日本大葱 另一边接手装箱 要让新鲜采收的日本大葱 以最短的时间送达消费者的手上 而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四季葱 日本大葱的外形白胖 口感又水又甜 与蒜有点像 所以经常被误证 不过栽种难度颇高 今年丰元就仅有四位农友栽种成功 今年因为太热了 大葱的话它需要水 但是水不能太多 它需要冷 太热的话它长不好 然后栽种的面积也比较 今年也比较少一点 因为第一批装饰器的时候 第一批种的话 苗时光的话 它们就直接就烹掉了 没再烤了 所以我们今年丹架比古年有点晚 全台湾的日本大葱 以丰元的产量最多 年产量将近两万公斤 而今年受到暖冬影响 原本12月份就改盛产 延后到一月 而采收期又遇到了雨水跟热天 担心葱苗哭死 农会跟农友合作全力上市 也呼吁消费者能够多多采购 没什么好罪 今年大葱的葱白很长 然后职业也够粗 就是因为天下不太够冷 后续的话葱白会更长 如果太热的话 大葱它在田里 就会像春天就会开花一样 所以我们的大葱也会开花 到时候品质就不太好了 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尽快 枫园因为有清澈的 胡罗敦润水源灌溉 栽种出的大葱品质是不输日本当地 而大葱一年又只能收成一次 栽种浓度是四季葱的三倍 农会表示 大葱可以做汤头或者浙草 目前枫园种植大约六甲地的大葱 也希望明年大葱产量能够提高规模 这里将台中采访不到